請收看 為心世界 擁體洪水學 團發工做 不再見 祈求彼岸 任其鄉 我們 中立市的所有鄉親們 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來跟各位講解 心靈的成長 心靈的成長 一定要建立在歡喜心的心靈成長 我們的心靈就是第八個四天 眼睛 耳朵 鼻子 舌頭 身體 我們的思想 意念 然後自己的執著 到第八就是四天 我們的四天 每天所看到的 這個 鼻子的聲 傳入我們的頭腦 然後丟進我們的心靈 這就是四天 就是心靈呢 它的陽氣上升 陰氣下降 所以我們如果有歡喜心的時候 時時都在開花到光明面 若是我們受到更多的挫折 更多的不平安的時候 我們會換黑暗面為光明面 所以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心靈 就變成恨 怨 不滿 忌妒 毀謗 各種的攻擊 這樣而來 所以若是一個家庭不平安 我不相信它心靈會正面的成長 一個家庭不和諧 我不相信它能夠創造幸福的家庭 所以這個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我們不能只在打高空 漫天的道理 漫天的道理 無補以示 漫天的道理 人在世間上 十有七八不如意的 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鼓勵 所有的革命同志們 人生在世間 十有八九是不如人意的 國父已經講了清清楚楚 何況我們一個家庭呢 哪有可能十有八九都能如人意呢 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已經了解了 那麼不如意在哪裡 除了整個社會的共同問題 和社會共同的業力以外 我們每一個人 本身自身 自身 他的問題 就是 居家環境的風水有問題 還有祖先的風水有問題 還有我們安神 共佛 不如法 造成我們的思想 八四天 第八的四天 我們所覺悟的 我們所覺悟的 所感悟的 當然就不和諧 不和諧的 我們處處不如意 這個也就是風水的問題 再來我們台灣市 台灣的廟最多的是土地公 土地公 送一本給土地公 這個順便靈感土地公的書給各位 你們回去啊 你們回去 你們一定要讀 一定要看 你要讀 看啊 你才能了解到 我們為什麼做生意 不如意 家裡那裡不順利 都有他們因他們果的存在 那麼我們這本書 送給各位 我不是提倡迷信的人 我最反對迷信 我最反對無稽之談 我最反對 傳了東西 傳了法 造成大眾心靈的不安 這是我有罪過 所以我必須 將在台灣電視台 所洪華那段時間的廟法 印出來 跟各位解這個緣 你們回去了 你們怎麼樣 來請土地公 你在家裡要把請土地公 請到你家裡來 沒有那麼簡單的 三之鄉 好好 土地公你來 我告訴土地公 我在家裡 不贏 我去哪裡去救人 好好的來 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要依法 你相點起來 要練 第十三頁 第十三頁 你們看 你相點起來的時候 你要說 弟子 某某 弟子 魏朝聰 弟子 張玉耀 你要自稱 你是某某人 然後一心奉情 一心奉情 聖神先佛在天台 大花慈悲降下來 好 我等 我等 一生千佩情 特求赐福以消災 念三遍 土地公聽到 這個SOS 他就趕快就來了 拐杖甩著 他不拿 乾脆用飛的 他就來了 這是妙華 你哪裡找 你找不到 那麼你 土地公 給你加持 讓你小孩子 最大刹那 心裡很安定 你心裡才能成長 不但你要成長哪裡去 不可能 空壇 空壇是有罪過的 空壇 對大宗 大宗沒有利益的 所以這一本 你們帶回去 拜土地公怎麼拜 不聽老人的後果 裡面有一篇 很好很好的實例 我們裡面的很多很多的實例 都在告訴各位 我們如何求得心靈的安詳 如何能夠以土地公 如何以佛 以菩薩能夠應心 若是我們到佛事裡面 你怎麼樣拜神拜佛才能感應佛 菩薩神才能幫你忙化解在惡呢 一個法文 你們應該沒有聽過 怎麼做應該是不知道 大部分香拿著 佛主啊 我姓什麼 名什麼 什麼說聲 我家住哪裡 我現在我家的小孩子 今年賺錢比較少 拜托你幫幫忙 能夠賺錢多一點 結果你去了 帶了兩個香蕉去拜拜而已 兩個香蕉還不到一毛錢 那你求佛主給你保佑賺幾百萬喔 不可能 這個是妄想 心靈的成長是貪 撐 吃沒有智慧的 心靈的成長 兩個香蕉是空手啦 這是像香蕉啊 那香蕉是手空手到佛事裡 你就請佛主保佑你喔 是不是 什麼方法 要零香點起來 何咱呀 弟子 某某在佛前 懺悔 弟子 某某在佛前懺悔 往昔所造諸惡業 皆有無始貪嗔痴 重生與欲之所生 今在佛前 皆懺悔 念三遍 活著 哎呦 怎麼奇怪 人家都來求咯 怎麼有哪一位來懺悔啊 眼睛張開了 喔 是你喔 好了好了 我是你平安 心靈才能成長嘛 所以我們在世間上 要求著心靈的成長 確實不簡單 要知一切法 好 要能夠 學習一切法 所以我建議各位 你們來讀《易經》 什麼時候要開課 啊 你上來啦 好了 我們把很多妙華傳給各位 心靈才能提升 如果我們沒有妙華 你心靈要提升 就很困難了啦 我們請 我們吳講師 吳師位吳講師 他教得很好 好 各位 開始一下 我們中立班的是在9月份 就已經開課了 開了一個月 在心靈國小 希望大家都能夠來共同參與 謝謝 9月份就開了 在心靈國小 是吧 心靈國小 那班有快滿了 那麼再開第二班沒有關係吧 好不好 慈悲 我傳給你的話 你一定要如數我聞 我們全部要傳出來 你如果有一點畢色 把它撿起來的時候 你要自己負責 好不好 好 所以妙華出世間 我們大家要珍惜 當今能夠讓各位 心靈能夠成長 能夠成佛的 成聖 成賢的法門 就某位心中 已經風水學的妙華 和佛學 和佛學合而為一 我們已經上課 很多華人養賢班 已經有一個月了 我心裡深深的感觸 我們華人有35位 有的是博士 有的是醫生 有的是企業家 他們把國內 這個道士 自己的事業放下來 回來 回來在仙華寺 要求做法 每天住在仙華寺 早上起來 六點也要做課 晚上要住席 白天我從八點半上課 上到傍晚快五點 一直他們努力的吸收 努力來知道這個華寶 但是我們國內 鄉親們 把他放牛吃草 放在那邊 我感覺很可惜很可惜 因為妙華出事間 我們很難得有機會碰上 再有妙華 我隨便換一個給各位看 卧室天花板 不可設計如棺木形的造型 在五十六月第二十三條 五十六月二十三條 我們的房間 臥室 你不能設計上面的 像棺材板的蓋著 那個敗病的蟲吃 晚上睡了會碰到鬼在壓床 身體一直開著一直摔 很多設計師們標心利益 設計那個象徵性的像棺材蓋著 一定做噩夢 身體會不好 呼吸感情會衝突 那麼請問各位 當你坐到睡到這個床 上面一個像棺材形的造型的時候 你心靈心靈的升華 心靈的成長 它是根往下砸 不是往面去吸收陽光啊 以前我們有一位信徒 他聽了某一個教派的大師們 他說上面你要設計像棺材形 就度一切苦惡 當然度一切苦惡 你睡到棺材裡就度一切苦惡了 音樂 我說不行 他說我們的上司 是金剛上司 什麽切 我說切不切都沒有用 風水就風水 衣就衣啊 你什麽切 結果還不到一年 老公洗腎 他心臟病 也才能洗腎 小孩子到外面 口口罩 夫妻後來離婚 再來找我 我說你去切啊 切掉的切啦 夫妻切掉的切啊 切斷的切啊 我說你還不蓋起來 我們的上司說沒有關係啊 我所有關係啦 你的上司沒有關係 我的禪師所有關係啊 後來他爸爸很生氣 他出去了 把他挖掉 重新蓋起來 打平 事情慢慢 夫妻又圓滿了 好 那麽請問 你什麽上司什麽切 此什麽做你能夠解決 不可能的事情嘛 一就一二就 因為每天眼睛所看到的 就是風水 你所看到的 這一些呢 就讓你起煩惱 無形中在你的頭腦思想裏面 就會這一切的環繞會發生 那麽心靈成長到哪裏去 怎麽成長 恨怨 恨老公 老公恨老婆 離婚的時候 誰要孩子 小孩子呢 他就乾脆 兩個帶著出去 找到將近半年 你才找到 兩個小孩子 那你的心靈成長 怎麽去成長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心靈成長 是建立在家庭 家庭的安定 家庭的和諧 如果家庭不安定 不和諧 你心靈要成長 是千難萬難啊 我在台市 早上五點半到六點 已經兩千一百三十七幾了 那麽多的天宿裏面 所傳的華 目的是希望 大家心靈都能夠成長 成長要成佛的成長 不要成長往地獄里面的成長 所以鬼谷子 我們的祖師 我們的本師 鬼谷先師 告訴我們 你要成就 一定要建立在和諧的家庭 要建立和諧的家庭 除了教育以外 要建立在家庭環境的和諧 就是風水 風水和易經 易經交換交易 交換立場 交換思想 交換思維 這個即是為心中 為心事中 離開的心 離開的平衡 你家裡能夠平安 我就不相信 好 我們一位師兄 他媽媽 以前他在家裡做事業很認真做 生意很好 他拜土地公 有一天他就進了另外一個教文 告訴他說 土地公 你也不能拜抽耶 不能拜雞鴨魚 這樣的話 你會不好 要護衛會護運國 我們師兄的媽媽就怕了 開始拜樹 拜水果 拜糖果 那平常 一上桌 雞鴨鵝肉 我要把它轉施給所有你的護法 結果突然間你把這個斷掉了 水果 還有這個糖果 你要他們又不吃 所以他們乾脆生意不幫你做生意 開始生意就斷掉了 後期緊張了 來問我 我說你土地公有問題 拜土地公 是呀 人家師傅說 那個拜土地公不能用鴨鴨魚 所以要用樹的 好了 你樹的樹吧 你公司倒了 如果户在拖累一大堆的時候 那時候你再來樹有什麼用 所以土地公他將這些鴨鴨鴨 他是轉施 土地公他沒有吃嘛 他轉施給那個天兵天將 這樣 好 回去了 就趕快 開始又拜鴨鴨鴨鴨 好 跟土地公啊 阿伯公啊 土地公伯伯了 對不起 我不曉得现在这个补两份好了 好不好 补两份 过了几天订单又来了 又顺利了 那是谁呢 我们的刘云勋 我们基金会的常务董事 他的妈妈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让各位了解世间法 我们身体要健康 我们活着身体要健康 我们鸡鸭鱼少吃一点 血液比较好 我们都吃一点素菜 身体健康 那是为健康着想 但是在灵魂世界里面 佛当然他不要吃鸡鸭鱼嘛 他也不必吃 甚至水果也不吃 等他要吃水果了 他会饿死 佛他要吃的话 水果他那么多 他随便就可以吃 不必要等我们拜 水果也那么多 他一看啊 吸管出户就吸来了 那也是无妨啊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要了解 当你事业不如意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的心灵升华 怎么升华 我们为讲师 他是安心有行 过去的油 卖的油 常常 到年底算一算了 对不起老板 我今年亏本了 我没办法付给你 以后有机会再还吧 自从他学艺经 后来还在当我们讲师 以后呢 所觉得缘分是善缘 给所有的厂商们 给他们健康 给他们心灵 这个光明面的成长 所以他 所有的下游厂商 生意 他们也做得很安定 大家共同在一个 很安定和谐的经营 法则之下 当然他的五六年来 就没有多小 就没有这些事情 这什么 建立在两者 人与人之间 力与害 都在平衡的时候 我们心灵才能成长 向着光明的成长 不然我们悲恨 愿不满等等 黑暗面的成长 会造成社会上 种种的问题 会造成社会上 很大很大的不安 这是我们今天 要讲解 心灵成长 从风水开始的 基本立场 阿弥陀佛 我们中立市的 各位乡亲阿弥陀佛 我们很感谢 我们中立市市长 叶市长 今天晚上 在这里举办了一场 心灵成长的讲座 政治家门 从政治里契入 宗教家门 从宗教的立场来契入 经营家 企业家 从企业的角度来契入 师徒同归 理念一致 是天下太平的 不耀法门 但是 如何 在我们一般的人 心灵去契合 政治家 是少是人 宗教家 少是人 但是我们 所有百姓 民家 我们是民家 我也是民家 我不是宗教家 我是民家 我还是百姓 人民 我是民家 我民家 就从住家 契入 住家不和谐 你能平安 我就不相信 能平安 那么你的才有 心灵成长 光明面的成长 可言 如果不平安 没有 这个光明面的成长 可言 在去年的夏天 我们新竹大凡事 刚好在做法会的时候 公祝观音菩萨圣诞 和 耀师佛的圣诞 最初法会 去年在9月19 今年 在农历 9月23 24 25 三天举办 好 齐安 校在法会 那么去年两个老先生 老先生一个是84岁 老阿嬷是81岁 两个 带着到大凡事 看到我 很高兴 很好 舒服啊 舒服啊 我每天看你的节目 看了四年 看到四年 最近才看到一个对我有帮助的 其他没有帮助 你和你讲 我头晕 眼花 头昏啊 两脑子都头昏 儿子在台北 闯夜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日本 一个在台北 三个儿子 大家要失业 两个老头子在家里 相依为病 相互照顾 两个头在晕 怎么办 要也出效 这一个月前 刚好听到你说 如果瓦斯炉 上面是凉 像这个凉 在下头会晕 他说我家就是这样 在这煮菜 上面的 刚好是凉 就压住了 所以两个老人家 头昏眼花 要也吃不好 后来听我说了 赶快拿进来 拿到屋子里面来煮 原来 他认为说 在里面煮会油烟 没有办法擦 所以他移到外面去 移到外面 上面是凉 顶着凉 下面是水锅在跑 前面又措手 画混尺 你看 三不全 三个都不对 所以 我说如果你 如果你一到外面来 身体不健康 你也没办法去洗油烟机 连吃饭有问题 煮饭就有问题了 所以刚刚一进来 三天好了 三天就好了 你看妙不妙 两个老人家 到大凡市 去谢老祖 这样这个情形 就告诉我 然后老人家 他就有空就打电话 问他儿子 媳妇啊 你的瓦斯炉 有没有堆在 上面是凉啊 打电话给亲戚朋友 问他们 有没有 这个瓦斯炉 都在下面是水锅啊 前面是画混尺啊 上面是不是被 凉压住啊 那段时间 他很高兴 师父啊 我做 这一生做好多的好事 很多 但是没有这一次的好事 这么高兴 心灵的成长 亲戚朋友 听他讲了 早上一大早起来 也看电视 了解到风水法则 有几位也是压梁 头胸眼花 头心会痛 这样就离开了好了 这就是风水嘛 如果老婆不健康 一定埋了一大堆的 那么我们又要照顾小孩 老公又要照顾事业 不照顾事业 你怎么办 不照顾事业 生活又有问题 那么你要照顾事业 老婆就放弃了 你要照顾老婆 事业放弃了 生活问题 那么哪一个才对啊 你心里能成长吗 我就不相信 是成长 负面成长啊 所以我们世间上 很多很多 这一种冤枉的事情 一大堆 所以我们最近 除了在台式以外 现在又开辟一个时段 台式 数位电视台 在每个礼拜六和礼拜天的晚上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 在台式卫视台 从十一月份开始播出 那个主题就是 我们家的风水 我家的风水啊 咋家的风水 我们家的风水 我会讲了很多很多 过去的 你们没有听到了 现在也可以 打开来学习 学习一些法 让家里安定的话 你家里会和谐 心灵才能成长 如果家里不平安 你要心灵要成长 甚至难啊 那我们再简单 随便再画一个例子 有一件好笑的事情 就今年我们5月8号 我们到北京 北京去吃饭 北京吃饭 那我送了两三本 给当地的导游先生小姐 在北京 那有一个饭店里面 吃饭的时候 突然间 他们那个导游先生小姐 不得了不得了 哎呀不得了 这本书比毛雨露还有用 这本书比毛泽东的毛雨露还有用 因为毛雨露没有办法解决他家的问题 这本书解决他家的问题 是不是比毛雨露有用 我们台湾没有毛雨露 我们的有什么路 台湾有没有什么路 缓攻大路 所以这本很有用 你们回去不要随便乱丢 你们慢慢看 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 还要买房子 你弄好了 你儿子可以买房子 你的孙子可以买房子 孙子孙子不认识你的 他也可以买房子 也是要用 所以这本书是 古德流荒 不是祖德 古德流荒 王残老祖留下来了 这本书也是一以贯之 我卖传承 那么我打开随便一页 第55页 第14条 卧室门口祭聪神位 卧室门口出去就聪神位 我告诉你 第一个心脏病 第二 妖精 妙吉 那个手就酸 酸一边 会酸一边 所以我们若是各位 你们卧室的门出去了 刚好对着神位 正冲 那么多感冒 侧冲 手会酸 那你要再怎么吃 你绝对没有效 只有这一条 这个比毛与鹿 其中也没有这一条 所以 再来我们看 卧室的上方 不可有水池 卧室的上方 床位的上方 如果上面 最顶楼 你做个水池的话 会 升级 升级 我们学校以前 比较多 升级 你们都听懂了 有些地方都升级 没有人懂 上面是床 在这睡觉 完全静止 床态 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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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会诡压床 心脏病 开始无力 肾衰竭 都会发生 那么这一条 毛与鹿 绝对没有这一条的 再来随便还你一下 办公桌 办公室的水足箱 不要安在白虎方 第76月 办公室之水足箱 既安在白虎方 应该在龙房 我们办公室 周围坐着 你那边 谁在里里里里 我告诉你 四位一大堆 四位多 那个 了钱莫名其妙 增值一大堆 你把它改在龙边就好 移过来 可是 有的人 没有听到 怎么办 他还是拉 你们听到了 有了 你们只要放在龙边 就会好了 就会好多了 就不会有问题 这是 当一个人的事业 碰到很多 不圆满 很多灾难的时候 你心灵能成长吗 不可能的事啊 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我们各位 周历史的乡亲们 欢迎你们一起来 读 益经大学 我们这里的 初级班 我们时间将近有两年 你们要所读的 不是这一本而已 风水师啊 风水书啊 一牛车啦 要用没有实业 红水车一股车 没用没十业 那我所讲的 已经这么多 录影带 已经一万两千多卷 那么我把它 融缩在这里 还有更深的 更深奥的 我们讲师会将 交给各位 以这义经心法来解 大家共同来研究 宇宙间的大道理 来了解宇宙间 它的妙化 我们在随便 在花蜜月 在三十九月 庭宴又方不可有 甲山造景 我们庭院 右方 不要甲山造景 水瀑布的冲 我们台中一位某名人 他呢 因为赚到钱 所以他家里要造景 造景呢 他右边的前方 右边的后方 坐两个啪 那个瀑布 坐下去 儿子开车撞死人 在家里公司 被掏空 再下来 他的老人家 被人告 反正一无是处 经过我们的师兄 告诉他 他说我们有名师 指点我 那好了 名师是名师 你继续告 告到最后 有一天就会停止 就不告 死掉就不告 中风了 就不必告了 说什么 你怎么心灵 怎么升华 心灵 怎么成长 所以今天本来 我跟市长报告 要有心灵的生活 和心灵的成长 是同一个意思 心灵成长 也非常有意义 但是无论是 心灵升华 心灵成长 要建立在 安定的家庭生活之上 如果家庭不安定 夫妻吵架 莫名其妙的环老都来 孩子一定没有心情 可以读书 心情不安定 有的孩子 一不做 二不休 开始 以一些成群 结邦 为伍 造成 受贿的问题 那么你怪孩子吧 要怪 两个夫妻 夫妻之间 第一 没有好运 再来 就没有机会 接近散华 再来 也就是因为 没有机会 接近散华 造成家里 非常 非常的不安 所以啊 我们 今天 来这里 跟各位 所讲的 目的是要大家 共同 建立一个 和谐的家庭 要大家 共同建设 一个 和谐的家园 共同创造 我们 台湾 净土 进而 创造 整个 世界 净土 好 我们可以再看 第五十六月 卧室外有他人 屋脚相对 呼吸 多口收 我们卧室 窗外 有人屋脚 冲进来 夫妻 夫妻吵架不完 曾经 我们一位老人家 他的卧室脚一睡出去 刚好隔壁的 人家皇族 屋脚往里面冲 三更半夜 老人家 起来会喊鬼 造成整家的心 心慌慌 欲绑忙 就开始请 到处 抓鬼 再抓 百般的 武艺都搬出来 鬼也没有 抓到一个鬼 记了 三车四次 鬼 照常出来 有一天 他的儿子到仙佛寺 讲给我听 我说 你爸爸的床 睡着 是不是往床外 对 鬼是不是 外面看到 对 那么一定 前面对着 一个狮子头 撒下头 是 就那个影 晚上起来 那个影就看到一个人 一个头 衣服 穿了像蝙蝠侠的衣服 就是那个 屋脚 射进来 他们这 我们的师兄的爸爸 那一段时间 晚上 就失魂落魄 我说那间不要睡 睡别间 但是他爸爸说 一定要睡那一间 那间比较好 睡比较大 那床位调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调过来 那边 就不看了 外面 挂个镜子 反射 好了 所以老人家 心里不安 晚上半夜 喊抓鬼 你请了道士 请了和尚 请了法师 你来诵再多的经 鬼还是抓不掉的 抓得掉 我就不相信了 那是乌行 有其行 必有其灵 有其灵 必有其应 这是风水的法则 所以 我们风水的法则 易经的法则 包罗万象 无所不包 包括我们的行商 各位 你们要做生意 利益不败之地 你们要拿来问神 神有时忙着很 你怎么问 求人不如求自己 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学易经 当我们有困难 有疑惑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普卦 可以占卦 普卦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个事业 能做不能做 该为不该为 都很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在今天 要来中立 开这个办 我们希望社会上 大家都能和谐 最起码我保护自己 不伤害你们 保护自己 不拖累大家 已经就帮助大家了 这是我们 鬼谷先师 王产老祖 他大悲愿 他的慈悲 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 同修 我在这里免疫各位 你们一定要多学 多读 我们那么多多书 多看 你多看多读 你把它当为一个教条 不要当为毛泽东的毛雨露 当为 这个杨长洪水学讲座 鬼谷子新华在台湾 鬼谷子新华在台湾就好了 那么你每天起来 你背了两个 两个三个 一年就被你背光了 不然的话 那么多 一下子也背不了那么多 虽然你用不上那么多 但是有一天 当你们去做生意的时候 你们会碰到亲朋好友 你也可以帮他的忙 当你们做保险 业务员的时候 你们到你们的客户家里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 帮他解除不必要的怀劳 你们会为公司带来 减少理肥 增加安全 你看这样好不好 保险列了 减少理肥呢 那不是很好吗 增加安全性啊 社会就求谁嘛 所以这本书 义经书和风水书 两者 你们来读了以后 你们会帮助很多人 在我们法门里面 保险列了很多 同修 自从学义经风水以后 将这个庙法 拿去给 所有需要他的客户 帮他们忙 解除不必要的烦恼 他们心灵就有机会成长 心灵就有机会升华 建立在安定 安详的状态之下 心灵就能安详 也能够造福整个社会 最起码保护我的家 减少不必要的事情发生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各位 中立的乡亲们 除了欢迎各位 来读义经大学的 义经新华 初级班以外 我们的鼓励 我们所有在座 服务的义工 既有的学员弟子们 你们好好努力 也欢迎全国的 所有善信大德 我们全国到处 都在开义经班 也欢迎全国的乡亲们 十旺善知识 一起来读义经 大家来读义经 做人处事会安心 大家读义经 家庭和谐一条心 大家读义经 事业圆满会顺心 大家读义经 修行的读徒会见性 大家读义经 社会国家见太平 祝福音乐 祝福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